到底要去宿 還是去必要 那讀雅思呢 到底要去補習班 還是去語言學校的朋友呢 這支影片即將會回答你的所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從零開始準備的話 零至少真的都要在菲律賓待 以上 菲律賓遊學又從去年開始 變得超級無敵行 我之前在宿物念的CIA 從去年開始就一直不斷的在漲價 而且是非常難訂的 現在要訂其實很難有位置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凌璇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雅思系列的 最後一集了 應該是最後一集了吧 如果我們要重考的話 首先呢 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從 我雅思系列的第一集 一直追到現在的 那我在上一支雅思系列的影片呢 有記錄了一下我最後在必要的時光 還有我在考試當天的過程 以及最後我有公佈我的雅思成績 所以這支影片呢 我主要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路上我準備雅思 從我自己自學啊 到我後來加入補習班 跟我之後去菲律賓語言學校 這一路以來 準備雅思的完整過程 還有心得感想 以及呢 我也會比較一下 我之前去宿物遊學 還有這次來必要 因為雅思這兩者之間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如果你現在正苦惱於 去菲律賓遊學 到底要去宿物還是去必要 那讀雅思呢 到底要去補習班 還是去語言學校的朋友呢 這支影片即將會回答你的所有問題 好 那我現在也有自己的部落格了 那我之後也會在上面 更詳細的比較 菲律賓素物還有必要的差別 以及更多我的旅遊攻略文章 所以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去訂閱一下我的部落格喔 那我的影片呢 是有關於各種海外遊學 旅遊攻略 還有戶外潛水等等的內容主題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加小鈴鐺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吧 那我要先講呢 其實我當初要申請雅思的 真正最低最低的目標就是6分 然後7分我相信都是一個 很多考生最想要拿到的一個成績 因為很多去國外留學申請 那個目標的分數如果是7分 對大家都很有利嘛 我那時候去李芝麻一補習的時候 老師也都是把目標放在7分 但我後來一直準備一直準備 然後甚至到我最後已經去菲律賓了 我還是覺得7分對我來講 真的是太難了 所以我到菲律賓的第二週吧 我就把我的目標這樣低成6.5 漸漸到第四週我覺得 6.5好像有點真的蠻有點難這樣 還是6分就好6分啦 然後也算是低空飛過了 第一題 考雅思的動力 為什麼要考雅思呢 其實這陣子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我就是不是那麼的想要回答 是因為我的確考雅思是有一個 我想要申請的內容跟計畫 但是因為那個東西它沒有很百分之百的確定 我就想說在我確定有申請上之前 我就先不要講 然後等到之後如果有好消息再跟大家分享 我考雅思並不是為了拍片 也不是為了我想要給自己一個挑戰 然後想要增進英文實力才去考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 你想要增進英文實力 不要去考雅思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錢跟很浪費時間 就你真的有需要這個成績再去考就好了 我自己在讀雅思的過程中 我覺得人跟人對話的機會反而變少了 就是變成你要更專注在成績跟讀上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 沒有需要這個成績不用去考沒關係 第二題 英文本身很差 建議直接去菲律賓讀雅思嗎 不建議 因為雅思是一個偏學術進階的專業考試 如果本身英文程度就是真的 很基本的發音單字跟文法都不會的話 真的是建議你先從基本的英文開始學 然後學好 再開始唸雅思 因為這樣會很痛苦 就連我當初去補習的時候 我們補習班入學前會有個前測考試 如果你的成績太差 它不會讓你進班 因為真的會跟不上老師跟同學 也不用說你英文一定要精進到非常好 才可以來唸 我覺得至少你要先體驗過 英文如何運用在生活中 跟你認知到 就學英文的樂趣在哪裡 再來準備雅思會比較好 我自己在菲律賓的雅思校區 有遇到幾個同學 他們是有先在另外一個校區 先唸一般ESL 一到兩個月或兩到三個月 才過來準備雅思的 然後他們自己也有分享說 如果當初他們是直接進入到雅思校區 他們會非常痛苦 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英文的 有趣之處在哪裡 他們也完全不知道英文可以怎麼樣使用 直接要面對這種就是很專業的考試 真的會壓力又更大 然後又更難準備 第三題 菲律賓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是斯巴達的課程 會不會交不到朋友呢 其實菲律賓很多斯巴達的學校 像我之前唸的CIA是半斯巴達 如果是唸ESL的話 你還是非常有機會 認識到很多同學 交到很多朋友 可是如果是唸雅思的話 我發現交到朋友跟認識同學的比例 就會大幅的降低 熟悉跟親近的程度 就會比較遠一點 因為其實大家心裡都是有那個壓力 那個時間壓力 然後分數的成績的壓力 所以他們來這邊其實就是真的是專門來面書 他們不是來交朋友的 我自己一開始到必要的前一個月 我過得非常的無聊 就是我認識的同學 就真的只有剛進來 跟我同一天進來的那一批同學 我很少在認識新同學 但我以前在CIA的時候 我動不動每一天都認識新同學 就是我一開始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覺得就是 為什麼 這個可以講嗎 就是為什麼在必要的同學 大家都那麼冷漠 偷抱怨 但後來就是其實習慣還好了 然後就是有認識一群 就是比較志同道合 然後彼此鼓勵的朋友這樣子 那我覺得交不交得到朋友 其實就是 非常的看你個人的個性啊 跟你有沒有真的很想交 這個呢 直接連到我的下一題 第四題 怎麼從不敢開口到 可以跟外國人說話的勇氣呢 甚至可以去考雅思 我想要先說就是 敢不敢開口跟外國人講話 跟考雅思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不要覺得你今天 英文考試的成績考得很高分 就可以跟外國人對話 因為我覺得準備考試跟 能跟人溝通 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然後要怎麼敢跟外國人說話 這只能靠在國外的經驗了 因為我一開始出國的時候 我也不敢跟外國人講話 我也是一個到了新環境 完全不會主動開口的哀人 但是呢 去語言學校這件事情 它就是強迫你在 有跟不同國籍的同學 在同一個環境 所以你一定有機會 可以跟外國人講的話 然後你也一定有機會 可以跟老師講的話 但你在台灣 如果你不主動去找這個環境的話 你可能就不太會有這個機會 所以敢不敢開口跟外國人講話 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很看你的經驗吧 就比如說像我從國外回來台灣 我英文就會變差 第五題 去菲律賓讀差個月夠嗎 能進步到差分嗎 那個差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讀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還是半年夠嗎 讀兩個月會不會進步到 六分期還是七分呢 我真的要說 每個人都不一樣 真的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怎麼可以保證 就是你來讀三個月 就一定可以考到七分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在必要 有聽到案例是有人 的確讀三個月有考到七分 有人讀了就是三個月 然後也沒有什麼進步 這就要歸咎於 你這個考生 本身的英文底子在哪 以及你付出多少的努力 我是讀六週嘛 然後其實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六週 完完全全不夠 這個六週呢 我完全就是把它有點當成 我雅思準備期的收尾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 從零開始準備的話 零 至少真的都要在菲律賓 待兩三個月以上 雖然我覺得 讀兩三個月以上才有用 可是我覺得在菲律賓 要待到三個月以上 真的是很偏痛苦耶 因為在那邊就是 日復一日的這種生活嘛 加上其實你前面 有很多你交的朋友啊 跟你很好 很不錯的同學 到後面也都會慢慢的離開 每個禮拜你都有朋友要走 然後你到最後你會很社交疲乏 所以我個人覺得喔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出發前 還是可以先在台灣稍微 用各種方法熟悉一下 雅思到底是什麼考試 然後你到菲律賓讀的時候 會比較跟得上 第六題就是要來分享我的雅思 聽說讀寫到底是怎麼準備 而且我發現最多人問的是什麼嗎 最多人問如何背單字 但我真的要跟大家說 我沒有在背單字的耶 就是如果是你按照以前 在台灣的學校補習班 背單字的那種方法 我覺得沒有用 那你就記不起來 但是如果你是大量的去聽 一些Podcast素材啊 或者是看YouTube啊 然後大量的閱讀啊 其實是很容易遇到重複的單字 遇到個幾次 你就自然而然就記起來了 因為我之前啊 其實我也試過 就是寫什麼單字筆記 然後把不會的單字都寫下來 然後照例句有什麼 然後詞性什麼那樣 我最後根本就不會翻開來啊 就是沒有用你知道嗎 我最後就覺得算了 我不要把時間花在背單字上面 然後我可以花在就是 其他我覺得更有用 更有效率的事情上面 我進步最多的是 Speaking跟Writing嘛 真的就是因為在菲律賓的時候 每一天 真的就是每一天 一天有兩堂Speaking課 就是一直在跟老師練習練習練習 然後他們的那個題庫都是出自於雅思格 大家可以在上面找一些Speaking的題庫 因為真的高機率會出現一模一樣的 再來寫的話呢 我也是在菲律賓的時候 就是每一天練習 因為我真的覺得 寫作文這件事情 只要你稍微有幾天不寫 就會忘記 我覺得我是因為最後很密集的在寫 所以有明顯的 比我一開始讀的時候還要進步 第七題 這兩次的遊學經驗有什麼差別呢 OK 這題我可以回答很多東西 這集的精華就在這裡了 單就地理位置好了 以交通來講呢 宿物比較方便 因為台灣有直飛宿物的飛機 不管是長榮 星宇 還是華航 都可以台北直飛宿物 碧瑤的話呢 就是要先搭飛機到馬尼拉 或是公尼拉 就是克拉克 然後再轉車 跳車來捷舞 大概四到六小時的車程到碧瑤 天氣呢 因為菲律賓有 就是甘雨季之分啦 會不會下雨呢 就是要看你去的月份是什麼時候 宿物呢 就是東南亞國家 很常見的炎熱的氣候 我那時候去航11 12月吧 有時候會遇到下雨 碧瑤的天氣呢 是相對非常涼爽的 像我這次一二月去的時候 我覺得蠻像台北的冬天的 那如果不喜歡太炎熱天氣的話呢 其實還蠻推薦碧瑤的 碧瑤這邊天氣是舒服的 再來休閒娛樂呢 因為宿物呢 它就是一個很海島啊 跳島行程很多的地方 所以喜歡潛水 然後海島旅行 沙灘 就可以選擇宿物 喜歡爬山或是清幽一點的感覺 可以選擇碧瑤 那碧瑤呢 也有一個兩個小時的車程 就可以到的海邊 然後那邊也可以衝浪 但是我這次 就是忙著讀書 所以都沒有去 其實我很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欸 林軒你覺得那個什麼 宿物的XXX學校 你覺得推薦嗎 那還有一些家長後來問說 我兒子現在高中 你覺得他可以去哪裡這樣 你知道重點是什麼嗎 重點我就 我就讀過CIA跟潘影師 這幾間學校 我其他學校沒有念過 就是每個人的需求 來菲律賓念書的需求 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的菲律賓有學 跟我之前2022年底去的那時候 就有一點不太一樣了 菲律賓有學又從去年開始 變得超級無敵行 據我所知呢 我之前在素屋念的CIA 它後來從去年開始 就一直不斷的在漲價 而且是非常難訂的 現在要訂其實很難有位子喔 我當初拍的那些費用什麼的 其實都不太能參考了 就是費用現在越來越貴 所以現在要念CIA 然後又要住單人房的話 一個月會漲到8萬 天啊 8萬很貴欸 那如果要念PINES的話 一個月大概是6、7萬左右 平均來講的話 必搖跟素物有學的價格 並不會差到太多 就是如果是多人房型一個月 大概就是4、5萬左右這樣 但是呢 就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沒有辦法知道 你們個人的需求是怎麼樣 那每一間學校的特色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只能單就於 我念CIA跟我念PINES的 就是這段時間的心得 給那些想要來念 這間學校的人一些參考 所以呢 我還是建議你們可以去 針對你們自己的需求 去找代辦討論 然後可以找到你們希望的地區跟學校 代辦們一起呢 都會有不同的優惠 有些打折之後呢 5萬元以內是有可能的唷 那因為現在才2024的上半年 但是聽說呢 很多學校明年暑假 是明年暑假 已經滿了 不誇張 建議大家最少最少半年以前 就開始準備卡位了 那我這兩次菲律賓有學代辦 都是Score A Plus 出發前呢 他們是全程的LINE 線上一對一的客服 代辦的目的呢 就是他們會提供你專業的需求吧 因為他們比較清楚 就是菲律賓整體的 其他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並不是我推哪間 就是最適合你喔 那如果你現在呢 去看我這支影片的同學 之後報名Score A Plus的菲律賓有學 讀雅思的話呢 可以拿到我特別精心準備的 雅思專屬筆記唷 第八題 菲律賓和台灣考試哪一個比較難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在台灣考過 我在那邊有聽過一些中國的同學 他們說因為在中國考試會比較難 所以很多中國人呢 他們就會到其他國家 他說分數會考得比較好 就是他們的講法啦 那實際怎麼樣我不太知道 我有問一些菲律賓的老師 然後他們跟我說 他們自己就是 他們自己菲律賓人去考 在菲律賓當地考亞瑟的話 他們如果遇到菲律賓考官 就是那個考官呢 會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國家的人嘛 所以他們知道菲律賓人 怎麼學英文講英文 所以會比較嚴格 但是如果考官是英國人 或是其他國籍的 可能就不會那麼嚴格 我當時是遇到一個英國考官 然後我覺得他人很不錯 但是他就是一直打斷我 但是沒有想到我最後口數還考6.5 就是有點驚訝這樣 我其實也不知道耶 就是有人是兩個國家 或是在不同國家考過嗎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來囉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很關鍵喔 如果重新規劃準備亞絲 會怎麼做 補習VS家教自學語言學校 就是哪一個 效果是怎樣比較好之類的 blblbl 網路上啊 其實有很多那種 你很容易找到一些YouTube 或者是文章內容是在講說 他準備三個月 然後首占7分 或準備一個禮拜 然後就考8分 你知道嗎 我原本也是因為看到那些影片跟文章 我稍微給自己一些信心 就覺得我三個月也一定可以考得到 但我後來覺得 就是我有點被那個標題騙了 一準備下去 你就會覺得不得了耶 就是直接 報個補習班三個月就過了 但是我覺得好像還不夠的樣子 還要繼續讀一陣子 才可以準備好去考試 然後就會準備下去 就很挫折 因為覺得自己怎麼可以這麼笨 然後為什麼我自己沒有辦法這樣 真的是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以後大家看到這些標題 真的不要輕易的相信 第一個以自媒體的角度來講 他發這樣的影片 目的就是為了想要很多人 很多觀看嘛 所以這樣的標題 是一個吸引人的標題 就是你才會點進去看 再來第二 我覺得一定是有一定英文底子的人 或者是本身就是蠻會讀書的 找到自己的讀書方法的人 他們才有辦法 可以在真的很短的時間 然後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跟分數 那我覺得當然你可以看那些 影片裡面學習的技巧 畢竟是高手的分享 可是我覺得不要相信說 你照著他們這樣的方法 你一定也可以在一個月內考7分 就是 不可能啊 我怎麼可能在一個月考7分對不對 我這樣 成成厚厚的準備了8個月耶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我來評估一下 如果是自學 我從頭到尾都自學的話 效果大概1分吧 不到2分 我覺得雅思還是很需要 專業老師的領導跟帶領 除非你真的 就是有補過洗牙 讀過語言學校這種 你大概知道雅思的概念是什麼 你最後再來好好自習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從零開始自習 效果1分1分好不好 再來家教效果 我個人覺得家教效果有分 從零開始跟後期 從零開始我覺得效果大概是3分 就是沒有很好 我一開始有請 就是菲律賓的老師線上家教 我覺得效果沒有那麼好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你一個禮拜 就只有能排1個小時到2個小時的課 很不緊密以外 再加上你要從頭開始吸收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會有點需要花時間 但是呢 我在菲律賓語言學校6週的時間 因為我們所有的聽說讀寫 其實基本上都是從頭開始念 所以我的寫作Task1呢 流程圖跟地圖的單元 我在語言學校6週的時間 那時候進度還沒有到那邊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欸我快接近考試了 怎麼辦 我都沒有念到後面兩個單元 所以我趕快再去找 我之前那個線上家教寫作的老師 幫我餓補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大概 一個禮拜早上三堂課吧 就是很密集在上課 最後呢 我考試我就考到地圖 我就覺得喔好險 好險我有請家教欸 對 然後我就覺得喔 那其實你在最後 很密集衝刺的家教 其實是很有用的 那雖然我最後呢 寫作只有5.5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欸我地圖才念兩個禮拜欸 我覺得到最後衝刺的時候 家教效果可能會有到7、8分 然後再來呢 補習班的效果 我個人覺得是6到8分 因為通常補習班 它是補一期的 如果你是在這一期裡面 然後直接去考試的 可能你在那個當下考的 分數會滿好的 但是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一上完 然後沒有馬上去考試的話 就會直接荒廢 就是我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自律 滿鬆懈的 然後我覺得 台灣補習班好的點是在於 就老師本身就有 雅思8分以上的程度 然後再來它會教你一些 考試很有效的技巧 我覺得這個 關於技巧這一點是贏過菲律賓語言學校的 但是像菲律賓呢 它比較是真的是從零 從基礎開始慢慢慢慢的 會比較扎實 就是比較土法煉鋼的感覺 這一點我覺得是 台灣補習班比較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是看學生自己本身的程度 跟自不自律有沒有付出努力 而去看就是6到8分的效果 語言學校就是一個 逼迫你強迫你在那樣子的環境 本身我在台灣 就是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每天都要練習 可是最後可能因為外物太多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安排出 那個練習的時間 所以你來菲律賓的時候 真的可以好好沉浸在 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你身邊的所有同學 都在準備雅思 我覺得效果一定會比 待在台灣自己唸的時候還要好 但是從體而言 因為畢竟我也是最後 6週在語言學校 我自己也覺得 我在那邊進步蠻多 所以我給語言學校的分數 也是7到8分好不好 好啦 首先要謝謝大家 陪伴我雅思之旅這麼久 其實我一開始會想要拍這一系列 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本身不是一個擅長讀書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如果自己不拍片的話 我自己會很鬆懈 那倒不如我把它公諸於世好了 我跟大家說 這對我來講也算是一個動力吧 當然我其實很害怕說 就是我公開這一切 然後一直在分享這些東西 然後如果到最後自己 一直考很爛的話 那不是很丟臉嗎 就是我上一支影片 還有人來留言說 你在菲律賓讀那麼久了 你最後怎麼只考6分 你之前不是還去美國打工嗎 然後你最後只考6分 那你到底都讀了什麼 我只能說 冤枉啊 冤枉啊 我去美國打工 是我八年前的事情 美國打工又跟考雅思 就是完全不同件事好不好 我自己也沒有真的很滿意說 我最後考6分 是一個多好的成績還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其實同時也有很多 就是可能跟我一樣迷惘啊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樣準備考試 然後準備得很痛苦的人 我覺得也許我不是一個 可以給大家最正確的建議的人 但是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的 考雅思實進修 然後我嘗試不同的方法 然後記錄著 就是真實記錄不同方法下 準備過程 或是努力去尋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方式等等 我希望可以同樣幫助到準備考試 然後也希望可以找到一個適合自己方法的人 好啦 那這段時間其實除了準備考試以外 其實我也蠻多收穫的 就是有個不同的人生經驗 我完全不覺得這個會出現在我人生中 那我也再次感謝大家的陪伴 然後接下來的影片會記錄 我去不同國家 可能不管是旅居啊 也有可能去念語言學校遊學啊 然後也有可能去旅行的各種等等生活 然後自己很期待啦 因為我覺得去年真的被牙絲困太久了 去年過得很無聊你知道嗎 我接下來真的是會努力去不同國家 那如果大家想要再看什麼樣的內容 也記得去下面留言啦 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加小鈴鐺 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啦 我是林圈 下次見囉 掰掰